9. 中國經營報 泰宗商務委員會將組團參加東博會 2015年7月20日新消費D04日名 2015年事中泰建交四十週年 泰國將出任第十二屆中國東盟博覽會主題過 日前,泰宗商務委員會主席汪東發接受了 2015中國東盟博覽會中外要人高端專訪活動的書面採訪 泰宗商務委員會成立於2001年 兼負著促進中國泰國交流與合作 乃至中國東盟交流與合作的重任 泰宗商務委員會是由中泰兩國的貿易促進組織的代表組成 中方代表來自中國國際貿易促進委員會 泰方代表則來自泰國三家民商機構 即泰國貿易院、泰國工業院和泰銀行工會 汪主席指出,十一年來 中泰雙方在東博會和泰宗商務委員會的共同推動下 在經貿、人民等多領域合作方面取得了良好成效 一帶一路為中泰投資合作帶來新機於汪東發介紹說 《泰宗商務委員會》成立以來 舉辦了多次泰宗交流活動以促進中國東盟交流 2014年12月,泰宗商會與駐泰宗資企業商會 以及泰國各省市商會舉辦了聯議會 向在泰國的中資企業提供了解泰國投資信息的另一條通道 2015年2月,泰宗商會與泰宗建交四十週年為契機 在暫羅伯麗剛舉辦了東盟框架下泰國與中國的未來大型研討會 讓泰國企業家瞭解在東盟大框架之下 泰宗兩國的未來趨勢,提高他們在中國投資、交流、合作的興趣和信心 此外,泰宗商會還增接代國來自越南、緬甸、魯國等其他東盟國家的企業家代表團 汪主席強調,在一帶一路戰略的新機遇下 作為泰國商業領袖的泰宗商會將進一步發展中泰之間的經貿合作 泰國地處中南半島中心,歷史上就是海上絲綢之路原線的重要國家 一帶一路戰略構想提出後,泰國在東盟國家中的重心位置更加突出了 目前中國是泰國第一大貿易夥伴,泰宗在打造中國東盟自貿區升級版 推進凡納鐵路建設,以及酬建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上都有共同的利益 這些措施,使泰宗商會會員們看見了與中國投資合作的明顯相貿便利優勢和巨大的合作潛力 東博會成中泰經貿合作最佳平台今年4月2日 東博會首次走出國門在泰國曼谷舉辦的外展 汪東發主席出席了開幕儀式,中國廣西藏族自治區鵬清華書記也分別會見了 在泰宗商務委員會的汪東發主席和優威功夫主席,雙方就相關業務領域的合作交換了意見 提及東博會,汪主席讚賞說,東博會搭建了中國東盟友好往來 經貿合作和多領域合作的重要平台 自2004年,首屆東博會舉辦以來,主辦方每年都向泰國政府部門和民間商業機構進行充分的會展宣傳 收效十分明顯,首屆東博會 泰國的商品展位數在東盟國家中名歷前謀的 泰國館在東博會上一直是最受歡迎 且貿易成交額領先的展館 泰宗商方貿易額從2003年的126.6億元 增長到了2014年的726.7億元,漲幅達到了474% 兩國之間的投資合作也不斷擴大 此外,東博會也促進了泰宗兩國旅遊業、教育業等服務性領域的合作與交流 通過東博會,更多的人們了解到泰國文化、自然風光及泰國與國際接軌的教育模式 第十二屆東博會將於9月18至21日在中國南寧舉行 泰國事本屆東博會主題過 佳時,泰宗商務委員會的會員企業將參展 汪主席也將組團前往參與系列活動 最後,汪主席說 泰宗商會的會員企業來自泰國各商業領域 在了解中國和東盟國家促進經貿交流合作的優惠政策後 商會將儘快解釋訊息宣傳給會員企業 以及其他感興趣的企業家